前两天你哥哥对我说家里要来两个人 还要在这儿常住 我一听心里刻度的慌了 心想不知是个什么傻都傻脑的家伙呢 谢傻子 可今天一看真是大出所料之外 没有想到洪心叔叔已表堂堂 以前兄弟生龙活虎 你们这一来也给我们仁府增添了不少光彩 带来了欢喜 就这样吧 让两位叔叔住在西跨院吧 让这房子大些也安静 好 嫂子 房子大小没关系 最好院子大一点 早晚我们还得练功 咱家到处都是大院子 你随便到哪练功都行 小菊 领几个人去西院 安排安排 是 回来 还是我去吧 他们安排我不放心 别委屈了二位叔叔 也好 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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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只多分手 有点准的是 哪能这成天家泡在纸粉堆里啊 再说了 我平常对你也不错 你一来伸手 而是饭来张口 你想要那天上的月亮 我给没给你勾下来 我勾下来了 你还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要你这个人 要你这颗心 你能给我吗 人家成天的在家里等你 怕你 可你 好了 我以后 我哥都三十好几了 为了我 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 你整天天就知道在外面混 家里的事 你又知道多少 哥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 你倒是说话 我拿家里的东西 让媳妇给堵上来 就这么回事 哥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我 你为什么 真是凶死人了 华人 我 我 我 你怎么这么回事 我 你怎么过来 你怎么回事 住得惯 就是老在院子里转有点闷得慌 定都是个小地方 没什么名胜古迹 不过庙会倒是挺热闹的 我也听说了 那倒是个好气处 每年六七月份那热闹极了 我们不如坐上船 到那去看看 这样吧 要不咱们去那玩玩 再说